我才去京几日 你们就将宋氏摇曳 全部给丢光了 这是磕几个头 扇几个耳光 就能保命的吧 公爷 我礼堂再带人马 重返道乡村 一定把咱们的玉瑶 给堵回来 我临走之时 不是将古山 交给巡府衙门处置了吗 他怎么又回前堂了呢 都是唐思逊那个老东西 故意放水 万春渠的骨头一被找到 他立刻就将古山给放了 要不是他派于都司 带兵来驻古山 咱们的玉瑶 一定不会失手 唐思逊这个老东西 我看他是不想 穿二品的袍子了 前堂拆摇宝田的事 你总算是完成了 如今又在还田复耕 干得好 干得好啊 这回就当出生入死 也算是一次历练吧 杨虽说拆了 可宋五楼不会甘心 机会一到 他还会反扑 这些我都有准备 有准备就好 我这就写信告诉剑飞 他有办法来治了这个老东西 五爷 只要您一句话 我立刻就把咱们的摇 别说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下去 在京之时啊 我临回了前剑飞给了我一个字 人 眼下是多事之秋啊 是 现如今什么都能惹 唯独这良田的事 少惹 那咱们玉瑶烧砖的事 就算了 不 咱们退一步 就是为了进三步 明白吗 我从剑飞的口中 还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这上面可能有大的动作 所以啊 咱们得耐着性子 等一等 我听说 大扇子去了甘肃的古浪县 您怎么知道此事 是刘童勋大人不日前 写给我一封信 将此事告诉了我 唐大人 您提及此事是告诉我 大扇子出事了 出事没出事 我倒不知道 不过 他去的那个地方 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事来 潘八指 在雍正年间 曾经认过古浪县的支县 我早就听说过 此人在那个地方 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啊 如果 他们要是知道 大扇子去了那个地方 恐怕 会犯忌讳的 潘八指的为人 我在京城市也有耳闻 经您这么一说 更让我担心了 倘若古浪 果真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大扇子又再古猛 潘八指他们 如真有此事 定然不会放过他 潘八指如今是吏部侍郎 那他在公司 真是 只能有此事 他就算了 他就算了 你 还在这儿呢 他就算了 他就算了 即使 什么 有 找找大膳子 好 此事要快 前唐的事我来安排 这会儿 就算我给你准了嫁了 多谢唐大人 多谢唐大人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谷爷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你这 抱拳一攻守 莫非 你也要去鼓浪 我不去 干嘛给您行这么大礼呢 你这 不是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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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喽 这个小逆子 谷大人留步 谷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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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相送 谷大人 此去古浪 路途遥远 还望多多保重啊 前唐的官员 都在等着您尽快回来 对啊 叶叔伴 昨晚上我交托给您的两件事 还望用心去办 是 谷大人 谷大人 放心 修海棠的木料和调食 我会派人到各地的木行和石行走一趟 选用最好的 将我们的海棠 修得百年不踏 对了 您打算在海棠啃荒的事 我下了一夜 觉得此法大妙 若真能将前唐的荒地都啃出来 何愁再有断粮之困呢 修堤之势 要对得起朝廷拨给我们的九十万粮水利盈 更要对得起为此差点丢命的梁施政大人 前唐啃荒不仅事关百姓生计 更是对二侧造假执币的不过 我走之后你亲自带前人 将前唐的皇帝复查一遍 做到心中有术 等到开荒之日 就有底气了 好 我定然照办 下官领命 各位留步 古山告辞了 保重 保重 好 刚才你的话呀 朕都听明白了 可是 你这在军机处才待多久 你身上的担子就担不起来了 会皇上 老臣只是想早日见到邪能之人 以捕军机大臣之缺 军机处乃大清国之忠书 眼下只有老臣一人顶着 若是再出什么差错 那就对不起皇上了 再说 如今不光户部 连功部 吏部都在动 联手追查 与二侧造假相关的事与人 接下去 就要整治朝纲 军机处的担子 那你说吧 派谁去何事 那老臣不揣冒昧 若是刘统勋大人能 刘统勋绝对不行 他现在身上坚韧着二职 担着大清朝头号重任 在这个节骨眼上 绝对不能让他撂挑子 你想想 他一个脚插在户部 另外一个脚插在督察院 他就像一个大大的人子 顶着朕的这面墙 倘若他松动了 朕的这面墙也要垮了 等找到合适的机会 朕再把他调到军机处吧 那眼下军机处那里的空缺 朕想到义人 朕想到义人 张爱卿 朕把纳钦派过去如何呀 纳 纳钦 这的��更应该 合适 当然合适 张爱卿啊 朕身边 幸亏有你们这些贤臣 良臣哪 朕把那亲派过去 你能不能跟他好好合作 回皇上 能 老臣年岁大了 身上没有几根鸡毛长着 要拙要丝 也没有那份力气了 往后 军机处的事 自然听那中堂的 等那天 刘延青到了军机处行走 老臣也该告老还乡了 那可不行 朕哪 还要靠着你们这帮老臣辅佐呢 其实朕身边什么都不缺 缺的呀 就是你们这些能臣 闲臣 谢皇上 谢皇上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那亲 着即日起 命为宝和殿大学士 军机处上行走 卿当砥砺得行 忠勇连戒 实心伴差 来 钦此 那大人 臣在 接旨吧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哎 坐下 李星 谢谢 来 坐下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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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出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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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力了 使用这心 应急了 就等那中堂大驾光临了 接个天不好 咽后戏台不要搭在这里了 好 那我就把它挪到封口楼 快去 好 铁公子 铁公子 那大人的马车到了 那大人来了 走愿 快快快 走愿 有 潘大人 干爹怎么还没来 中堂大人有话 眼下朝廷上下正在重立规矩 正刚进尺 任何以那中堂名义 给他办的庆贺宴 中堂大人 该不道场 散了散了 散了 大家散了啊 四伐 四伐当然是真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 赶紧把这儿撤了 快 好 停 中堂大人来了吗 中堂大人来了吗 中堂大人不来了 你骗我 中堂大人不来了 中堂大人当了军机大臣 这么大的喜事 要是你这个干儿子亲自设宴 怎么会不来 别说了 早点洗一洗 歇着吧 中堂大人 他真不来了吗 我说他不来了 那他就是不来了 那中堂不来 公子您不是来了吗 我已经吩咐了侍女 把床熏了沉香 木桶里边也放了百花 您今天晚上 叶炳虹 我告诉过你 你是乐亲的人 你要是敢做出 半点出格的事 你的小命 可就保不住了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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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严青啊严青啊 今儿我可是开了眼了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讲 这个天下的齐平和齐子 我那亲也见过了有几十种了 可是今天我第一次见 以这个骨面为平的齐盘 和这个铸铁打成的齐子 严青啊 你不会有这个听响的癖好吧 我常说人无癖好不可教 我身上若是没有几件棋匹 那大人会教我这样的朋友吗 闻古生而若子 闻沙场之声而气壮 领百万雄兵而鼓勇 我说得没错吧 说得好 闻古生而若子 对异本是厮杀事 何必故作 书生状 严青啊 你实话跟我说 我刚才是不是说出了你的本意 是我的本意 古人云 古人云 则将帅在智谋 而智谋非胆不绝 则军孝在利益 而利益非胆不分 可依我余见 非胆不可食 只有在惊险和振奋之时 才可于精神气息之间初见端倪 所以为了这精神气息四个字 我就在寒舍平添了这不伦不类的古评 杰青 你过签了 我明白了 你是以对异为名 行试胆之实 你不仅在试自个儿的胆 也在试对异者的胆 乐大人 你刚才下这棋是战谷阵阵 铁踢阵 你可曾看到我刘延青的脸上 有一丝胆怯之色吗 没有没有 三步棋之后 严卿 你就浑身试劲 而且从你的眼神里边 我看到的全是刀光剑影 那大人 您的棋走得也是有胆有实 步步惊心 大有催城拔寨之事 而且是老谋深算 涉陷重重 不拔迎旗 绝不罢休啊 这说明你我同有此大 好啊 将来如果有一天 我们能够在军机处上碰头 该多好啊 那我就周两句歪施 为臣不谋 走军机室 往在朝廷走一遭 好 我就等着你这两句歪施了 想必皇上一定会让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我那清啊 可就等着这一天了 严谨啊 如果说你我共同在军机处 那就 那你我就成了这 骨瓶上对异的对手了 不不不不不 我是朋友 仅仅是对异而不是对阵 你我是朋友 所以就在这齐平上 我们就斗法于平面 落迹于齐子 好 乐重堂 为了这句话 我们就再听一阵苦声 来 好 来 您这边请 这边请 有何贵干啊 好 本号的规矩知道吗 只荡清白货 不荡浊水货 爷您这十狮子 三道裂痕 两道脏皮子 荡不了几个钱 这我知道 东西呢是不值钱 不过 还是请嘲讽估个价 合适就成 不知爷您尊姓大名 这样 爷您稍等 待我将您这盒破烂 拿进内房给掌柜的过过眼 若是不值钱 咱就只能打回票了 行 看掌柜的方便就成 那行 我们赐压您 真是的 舒服吗 你们这儿 讨厌啊 来 来 这头玉狮子透得跟冰萝贝似的 那也好眼力 这口玉狮子可是两百年前西域围来米城 送往大明朝的贡铁 值多少 至少三万两 马齐门 他不是江西暗茶室当得好好的吗 怎么着 还不知足了 偏要学规 哪儿暖和往哪儿爬 暗茶室的品级低了一点 看他出这个价 是想换个顶子 这也忒狮子大开口了 三万两就能买个红顶子 要是杀头火狗 将这头玉狮子往狗肚子里埋个一年半载 成了古物 那就远远不止五万八万了 那得 便宜他 说货 来 不过得给他递支大白竹 他要是懂规矩 明儿就撑一万两银子 给吏部的潘巴纸送过去 这江西暗茶室的袍子 让姓潘的先给他摁着 完了事 一道给他穿上 行 我这就给他喊价去 开档票 地白竹 来 爷 爷 您这边请 十狮子一头 三铝二皮 外加断尾巴 值银十二两 好 没想到我这头破石狮子 还值十二两银子 值 太值了 您是三个月前荡期 到时候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这是死荡 不取了 能把底票给我吗 行了 白竹白灰 死祸死大 有来有回 通达八方 好 爷 您慢走 乐图的青云荡库怎么样了 荡库还在头本 想要获利 还得费些时日 好 告诉他 好好使高 不是所有的高 都能探着底的 深水之处是见不着的 只有使好高 方能行好船 干爹这话 也是在教诲于我 那掌柜鼎立宝举下官 大恩如山 我马齐门闲还劫草 生死不复 好 行吧 你们聊正脚子了 白兄 从今日起 咱们就是自家人了 客气话甭说了 换补子的事你放心 本官只要在吏部 看准了机会 一定替你名正言顺的补缺 多谢大人 眼下还是先忍一忍 不过千万别觉得 攀上了高枝 就把自己当成了大蚁巴婴 现在斗机令可早点啊 回到江西 安安分分做你的暗茶室 是 对了 那中堂在军机大臣上 行走的事情 听说了吗 那中堂现在已经是军机大臣了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本官在那中堂跟前是什么脸面 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往后军机处就是咱们的了 只要肯听那中堂的话 什么事情都好说 是 潘大人 那掌柜 从今起 那中堂指着刀 我就奔着刀尖去 那中堂指着锅 我就奔着油锅去 全听 中堂大人使唤 好说 好说 好 大人 好久没有回来了 还真的是陌生了 刘大人 坐 杨忠啊 咱们干这么大的事 不能指着皇上拨什么 我们才干什么 而且应该把想到的事 先去干 看来刘大人是有差事要交给我办了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啊 这不必顾忌 我就算躺在躺椅上让人抬着 也能替您把事给办成 我要让您办的这件事 实在太难 别让我不放心 死来想去 唯有你最合适啊 是件什么事情 这样吧 等你去看完太医 到我府上来 咱们再相谈 好 是 内庭大臣们议论军机处换帅之事吧 是啊 虽然都是些关着门窗说的话 但还是露出了端倪 对 张廷玉 孙家干 梁石正 赵洪恩 还有 还有浙江来的那个糟老头的唐思逊 这些人都不无为辞 甚至有些话说的还很难听 等着 等着 这帮东西 不 这帮狗东西 本中堂非得敲他们几大板 这帮子人对您如此不公 那不是没有来由 他们天天做梦都梦见 刘统勋能够在军机处行走 好有一日掌管上内庭的实权 可他们万没想到 皇上只给您论的人一匹快马 还递了根鞭子 让您是快马加鞭进了军机处 这帮子人心有不服 当然是可想见的 其实在皇上的马厩 也给刘统勋备了一匹马 一根鞭子 只是时机没成手 还没有送出去罢了 刘统勋要是当上了军机处的大臣 就他那铁靴子 那可不是听着让您闹心 说不好哪下 还会踩着您的脚趾头 我知道 我知道 蒋皇上那匹马和鞭子没有送出去 有机会 你打算了 你得肯定是 这位军机处的 这位军机处的 你都是在肯定是 那是 那是 你把你打算了 军机处的 那是 我的军机处的 你能够打算了 同的是朝而不是道 既然不能同道 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同行了 刘统勋 我早晚让你走声岔道 你是说要费黄庄 对 你这不是要在皇上头上动土吗 从眼下来看 二册出事毋庸置疑 接下来必定是龙颜大怒 等皇上发完了火冷静下来之后 一定会想到如何增粮宝田 如何让仁丁册上没有登记过的 几千万的百姓能吃上饭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 谈何容易啊 所以我想 皇上一定会分两步起走 第一步 要确保现有的粮田不再流失 第二步 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开荒 如果这两步岂能走通 大清国就会渡过缺粮少田的危机 否则的话必然会天下大乱 可要保住这天下良田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都查院军机处内务府 近几年接连出现的民变大案 都与皇庄有关 延青 皇庄二字 在满朝文武当中 都是唯恐避之不及 谁都不敢碰 弄不好不是摘乌纱帽的事 而是掉脑袋的事 你怎么就敢 正是因为没有人敢碰这两个字 大清的良田连年来被圈走 被吞并 民心疾变哪 杨仲 倘若你我二人 不能把皇庄这两个字 扛在自己的乌纱帽上 扛到皇上面前 告诉皇上 要彻底清查皇庄内幕 那你我还算大清国的忠臣吗 皇庄之必 我怎么会不明白 我当然明白 那些借着管理皇庄的太监 齐孝 庄主 他们打着皇产的齐面 刨骂圈地 侵夺民产 与民争利 这是生民失业 流离失所 这些不光我知道 满朝文武当中的大多数臣工都知道 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敢妄言 那是因为他们都信奉这么一句话 天资以四海为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皇庄就是皇上的私产 谁要是敢动他 那不就是动皇上吗 这个皇庄从明朝的景太年间 开始设置直到今天 都是打着四海之内 皆属王土的旗号 他们圈地是越来越多 我到内务府查过 热河 圣经 锦州 大都有两三千处皇庄 把壮丁和他们的家眷 加在一起也有三四十万人 他们呢 大都在皇庄里 盖上了刨马场 狩猎场 在良田卧土之上 盖起了一座座私家园林花园 而且圈地是连年激增 皇庄四周的良田 都快被他们征禁了 所以 皇庄这个毒瘤不除 确保天下良田就寸步难行啊 明朝万历年间 也就是皇庄最兴盛之时 到处都在跑马圈地 也恰恰就是从那时起 明朝的厄运来临 没有多少年就灭亡了 这个教训别人不敢说 你我还不敢说吗 延青 这么大一件事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你真的要到皇上面前 去把废皇庄这三个字 说出来吗 不是说出来 我是要喊你出来 怎么 怕了 我怕了 我怕了 问得不够朋友吗 我梁时政 是一个已经被斩力绝的人 我在阎王爷跟前都已经走了一圈 我怕什么 我担心的是你 为何 二侧查明以后 大清少庄 这首要的任务 就是宝田增田 要完成如此大的任务 朝廷没有你怎么能行 要是你在皇上面前 因为皇庄之事 触犯了龙岩 丢了性命 那丢掉的可不光是你的命 还有大清的前程 和天下黎民的生计 我担心的是这个 我刘童勋的喉咙里 一定要喊出废黄庄的三个字 不喊不足以震聋发魁 不喊不足以让满朝文我来 大胆地响应 当然了 我会选择世纪 要么不喊 要喊就喊得惊天动地 好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的话 那我梁时政投一个响应 杨庄啊 皇庄不除 确保梁田难以为继 那就是婉娘打儿子 早晚要发生的事情 但是 咱们要注意一下策略 一定要找到事实 在皇上面前要说服皇上 我刘童勋不管结果如何 我要尽到我的责任哪 我老想起一句话 政天下必定要先政朝廷 朝廷不政 何以政天下 这就是我要废除皇庄的大理由 听你这么一说 我的好气也来了 顺着你这句话 我也来善一句 要保天下粮仓 必先保天下粮田 要保天下粮田 必废天下皇庄 也要保险 可不愿意 要保险 一醒 你保险 岳岳大人 有些人 你会保险 你跟上帝 出来 你们可以 你给你恐惨 你 你 时最近 此在佛 离 你们 等你们 记住 要秘密进行 好 我会尽快度身 我再给你身边派个人 谁 我的学生杜霄 我已经交代过 一句话 活着出去活着回来 杜霄 梁大人身上有伤 你路上要多驾照 请老师放心 好了 起程吧 刘大人 保重 父亲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活吧 好 这二策造假案终于告一段落了 剩下来的一些余案 估计很快就能了结 朕把你们几位爱卿留下 就是想要告诉你们 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必须得给他个说法了 要不然人心惶惶 谁都打不起精神来 良田仍然缺着 良仓仍然空着 那怎么行呢 这次查清二策造假案 功劳最大的 当属刘统勋 皇上 当然 铁工男还有孙家干 也功劳不小 还有 那爱卿和张婷玉 也在此事上费了不少的心 有你们几位爱卿 这案子才能查清啊 既然二策造假案已经查完 也该明进收兵了 朕准备搬一道御址 在各省及将军辖区 重新普查人口 清查良田 重修人口册和榆册 对于那些 已经查实的造假案犯 不论官职高低 一律交由各地衙门 会同三思一处 该杀的杀 该官的官 绝不宽待 皇上 清查二策大功告成 实乃我朝之盛举 定当重固国本 再具民心 皇上对二策造假的官吏 严加至罪 更得人心哪 二策剩下来的余案 三思定当抓紧查办 不负皇心 延青 苦云 查清二策造假案 你们是最大的功臣 别人都说了 你们也该说说呀 回皇上 二策造假前朝有 本朝有 甚至追溯至汉唐也有 微臣在想 为何这二策造假屡禁不止呢 微臣以为 原音恐怕不在于言诚 而在于立归 嗯 你说得有道理 这样吧 你回去啊 专门递个折子来 朕披给刑部的修律馆 让她们先好好议议 遵旨 年轻 臣在 该轮到你说说了吧 皇上 清查二册 只是小功而非大功 臣等奉旨查二册 只是在治标 而非治本 只是查清了 缺田少粮的缘由 而没有找到 如何增田保粮的办法 臣以为 对于大清来说 只有扭转了良田之困 再无良田之余 粮食之余 才算大功告成了 你的意思是 清查二册之后 应该与增田保粮 浑然一体 皇上 只是查清楚 二册在造假 没有找到 如何增田保粮的办法 对于臣等而言 仍被四个字所屈辱 那就是 无功而返 不过 您的不愧 对于大清 人家的心 也不愧 您的僧 您从来 不愧 您的名字 您的名字 就是 这种名字 您的是 祖宗之旨 该去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了 在慌状亲眼目睹的那些事 也都写成了诗 可我担心的是 虽然咱们来去隐秘 却还是有可能打错惊蛇 不能不防 让开 让开 大人 我倒是有个主意 说 为了保全我们写下的 黄庄毕露 我建议 您扮成叫花子 走小路 山路 绕行 我继续走我的一道 万一真的行踪暴露 至少能跑去您哪 这不行 咱们两个人 必须一起安全回京 大人 您多次提醒我 密杀黄庄 就如同刀剑上填血 随时要做好死的准备 大人 为了能将实路 安全地送走 您就听我这回吧 好 杜瀟 你有把握 能够活着回到京城吗 那好吧 这样 你骑着马走 半个月之后 咱们在京城 新建的这个地方见面 好 好 公公 您看这碗桌子的菜肴啊 那都是按照皇宫里边 御膳房的菜谱做出来的 跟皇上吃的没有两样 公公 您多吃点 来来来 您多吃点 那两个不速之客 按查皇庄 底细摸清楚了没有啊 回公公的话 这两个人哪 先后在热河 盛京 还有咱们锦州的皇庄那边 都露过脸 这 时而是车夫 时而是工匠 哦对了 还有人看见过他们做过奋夫 这启仙呢 小的们都没太在意 后来发现 他们露脸是越来越频繁 而且 这行当也是换得越来越勤快 所以呀 小的们就起了疑心 于是我就派人去跟踪他们 不过他们的来路和想来这儿干什么 小的们还没查清楚呢 最后来要多出尿 这畏徒 这这不像个皇家的模样 就是 当下 这人皇马乱的结构眼上 要有人盯上咱们黄庄了 难说没有人再弄出个黄庄案来 黄庄案 要是真有人这么想 那就不是吃了豹死胆 那是 那是吃了狮子胆了 对对对 那是吃了狮子胆了 听着 立马把这两个人的底线 给我摸清楚了 送送爆雷 是是是 公公 来来来 我给你满上 再喝点 小矮子拜见公公 那两个可疑之人 在饭馆里密谋回京之事 被小人探听到了 说 人心日子 走 今朝出现了沙阳大盗 现在官府正在四处集囊 去哪儿啊 都给我机灵点 发现可疑之人 给我拿下 好 那你过来 过来过来 你过来 站住 去哪儿 走走走 去哪儿 走走走 过来 去哪儿啊 拿走吧 别 过来 哇 走 伤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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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拧巴着个脸呢 还委屈了大名鼎鼎的杜霄先生了 本是宁古塔的囚徒 私立逃生后 当了浙江衙门的八品巡岛 奉浙江巡抚唐刺训之命 到京城宫干 可你不守规矩 和几个老家伙一块 前往热河圣经锦州 暗插黄庄 结果呢 就到了我这间屋子 你说本公公说得对吗 你瞧他那眼神 你是想掂量掂量本公公吧 可我告诉你 你还跟我装横 早些年 本公公在浴前喝了几大铜钢水 你还真猜不着 行了 你也别害怕 我把你请到这儿来 就是想让你 当个小忙 快点啊 记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把田農吊死在树上 又霸占了他们祖传活命田的 凰庄太监 哎 有点子记性 当着本公公的面 就三件事 这头一件 和你在一块儿的 那个是谁 第二件 你们记得那个黄庄秘露 又是什么玩意儿 这第三件 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 只要你把这三件事 说明白了 兴许 这阎王爷 能把你杜萧这条命 留在这世上 你算个什么东西 再说你是男人吗 不是 那你就是女人喽 更不是 我就是个公公 太监 亏你还知道自己是个太监 据我所知 大清国早就有规矩 太监不可出宫横争暴廉 更不可以打着朝廷的幌子 在民间欺压百姓坐收余礼 你犯下了哪条罪状 你不会不清楚 说错了你 本公公是奉了内务府之命 前往黄庄督察公务 我所干的都是分内之事 一丁点儿都没出根儿 你有胆子 把这些话冲着皇上面说吗 你别拿皇上来吓唬我 害怕了吧 瞧瞧 你都吓唬了一脑门子的白毛汉 你 我不跟你耍嘴皮子斗闷子 你就说吧 你招还是不招 看来你是不想招啊 好 你不招 我就让你建设一件宝物 瞧见没有 这就是黄庄的煮肉坛子 这煮肉坛子 它干什么用呢 是用来把那些不听话的人 放进这坛子里 点上一个蜡烛 烛火燃昼夜 让那坛中之人去尽私人生 是 他还有个好听的名 叫义竹坛 是明朝东厂传下来的 就差一丁点就实传了 让本公公给捣唬出来了 留在黄庄屎上了 怎么样 要不你进去 试试 行啦 说了那么多 你也看明白了 瞧见没有 你身边这口钢 可是空的 给你留着呢 你要是不听招呼 我就把你放在这里边 点上个蜡烛 在这钢里 好好享受 剩下人生 这个就是你的下场 杜硝啊杜硝啊 我在这办我的事 挨着你什么事啊 非要跟我过不去 你说你就这么死了 要官没当上官 要命没捞着命 指吗 老杜硝 你给我听好了 你可以主了我杜硝 但你还是逃不过死罪 我已经写下了黄庄毕录 记下了你们所有的罪责 有朝一日乘到皇上面前 你们 你们一个也逃不了 皇宫的大门朝哪边开 你见识过 就你那些破纸片 皇上瞧不见 就算你把他递进宫去 不还得经过九门十八关呢吗 那皇上瞧不着 你就别白日做美梦 尽想好事了 我最后问你一句 你招还是不招啊 省着个毒窗 留着脓不爽 还憋着水 你是不想烧烤了 要征药主随你 杜硝爷我要是眨一眨眼 我就不是杜硝 好 咱们是一觉没醒来了 下辈子见吧 来呀 把他给我煮了 是 你这个畜生 本官可是朝廷命官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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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先生 你是何人 在下放纲 铁公子让我前来打救你 铁公子 带你给我走 公公 公公 走了 公公 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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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杜先生 这位就是让我去救命的 寸骨堂铁公子 铁公子 多谢救命之恩 杜大人 杜大人 我早就说过 代孝为官者 你是当朝第一人 像你这样的人 我若不救 就对不起天下人了 请问铁公子是如何知道 我 我被绑在这儿了 这你不必多问 你应该谢谢我兄弟房杠 若不是他的神忧 也救不了杜大人 多谢房医生 多谢房医生 杜先生 您太客气了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找个酒楼 好好聊一聊吧 请 请 来 杜先生 杜兄 我再敬你一杯 借着这上好的江南弱夜清 我再敬你一杯 能在北边喝上你家乡的美酒 天意所赐 来 来 铁公子 铁公子 承蒙错矮 我杜霄有幸得救 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言重的 从今往后 只要你一句话 我杜霄万死不辞 这可不敢当 这万死不辞啊 可是文武百官 当着皇上面讲的 咱们讲不得 来 杜兄 你若不弃 那咱们就是兄弟 兄弟 生死兄弟 生死兄弟 哎 我觉得呀 这男人哪 两件事情最为压身 一个情 一个意 这情字 是留给女人的 这意 是留给兄弟的 你 杜兄 如今咱们身边 都没有女人 而这个意 就落到了咱们的手里 兄弟 依我看 咱为何不借着 这美酒美地 成全了咱们的美意 你我 意结金兰如何 不 杜兄 兄弟 你太抬举我了 我杜霄 要是能与铁公子 结为兄弟 那是我最大的福分 兄弟 少杜霄一拜 且慢 杜霄年长 年长就是哥哥 弟弟敬哥哥 不 你我 同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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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买上 买上 好 干 干 哥哥 兄弟 兄弟 我这么多年 真没见过像你这样好的兄弟 兄弟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兄弟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兄弟 哥哥我 好兄弟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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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不跟我孙家干商量一下 就自己单枪匹马的去干 西公 来来来坐下 坐下说 你别急 坐下我就起不来了 我就站着跟你说 这皇庄二祖之所以也没人敢问 不就因为他扛着个皇字吗 如今你动了他的土 不就等于动了皇上的土啊 你怎么也不想想后果啊 西公 来来来 坐下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堂堂一个刑部尚书 难道 就不能有自己的耳目吗 西公啊 那我还得问你 您是替谁着急啊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当然是替你着急了 好 这我就放心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派梁士郑和杜霄 去密查皇庄 就是因为害怕牵扯到您 我才没敢告诉你 西公啊 要是我刘延青 真的栽倒在皇庄这个事情上 不是还有您吗 您不是也会和我一样 把谁都不敢动到皇庄 在皇上面前动一动吗 延青啊 我才不会像你这么蠢 皇庄 这动得不光是土啊 这动得可是我大清的组织啊 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你想 他能轻饶你吗 延青啊延青 听我一句劝 臣现在事情还没闹大 你赶快给我收了 西公啊 二册造假案查出来之后 皇上必定会在全国掀起 增粮宝田的大决策 皇庄不除 他们还会跑马圈地 自改田用 那皇上这个决策 要实现起来 就得在百官面前受挫 在百姓跟前受处 你我身为朝廷重臣 如何恢复百官和百姓 对朝廷的信心 才是当务之急 所以 得废皇庄还明天 只有这样 才是恢复百姓 对朝廷信心的第一步啊 西公 你说的这些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以为我不懂吗 这皇庄之弊 难道我知道的比你少吗 我今天之所以过来劝你 不是为了保皇庄 是为了保你刘统勋 你以为你刘统勋 穿了铁靴子 一脚踢翻了一堆探官 剁平了一堆巨案 你刘统勋就刀枪不入了 你瞧瞧你这身皮囊 你是镶了铁皮了 还是镶了牛皮了 好我的戏功啊 好我的戏功啊 你来掐掐 看看我这臭皮囊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颜青啊 我的颜青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跟我开玩笑呢 要我看呢 你这身皮囊 我一个手指头 都能给你戳出血来 更何况那是刀剑哪 西公啊 颜青无牵无挂 我不怕 颜青 颜青 清醒哥哥了 来 兄弟 全是酒味 可不是吗 几时了 兄弟 快到未时了 我一看你啊 就是宿醉未醒 哥哥 你看 我又准备了一坛子酒 咱们来个以酒劫酒 喝了以后啊 头就不疼了 这么多年 我头一次 这么痛快地喝酒 昨天晚上 的确是多喝了几杯 在兄弟面前 失态了 哪里 咱们哪 现在是兄弟 自然是无话不说 昨晚奔向跟哥哥 聊聊虔诚的事 可谁承想 哥哥这一喝酒啊 这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 我好像是说了 好多好的话 还说到 还说到这个 怀才不遇 对 怀才不遇 你说在哪个秀才心里 不是藏着这句话呀 只不过 他们都不敢说罢了 我昨天晚上 借着这几口酒 吐了针眼 口无遮拦了 哪有 但是 你心里老是惦记这 怀才不遇 世子一酒 就容易怀恨在心 可就是这 怀恨在心死个字 多少人都栽在这上面 哥哥 但愿哥哥 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嗯 这官场之事 是 若是想明白了 也就那么点尽量 若计较 这世上 恐怕就 不该再有秤了 哥哥 官场虽大 但官缘皆小 和你打交道 永远都不是官场 而是官缘 是啊 若是混为一谈 又何必再入官场呢 但是 从哥哥脸上 可以看得出来 哥哥对自己的境遇 还是耿耿于怀 只是藏着不说罢 说实话 哪个男儿胸中 无大志啊 想要在官场堆里 混出个大作为者 耿耿不成 若不是怒发冲官 就是自暴自弃 得善终者实在是不多呀 越这么想 就越是耿耿 哥哥说这番话 想必是受了很多伤啊 哥哥 哥哥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事 不提他了 路在靴子底下 得靠自己走 这话还真说错了 你靴子底下这条路 是你自己的路吗 兄弟你什么意思啊 若不是我在京城处 打听到有人要杀你 让房杠出手相救 哥哥 你会坐到这儿吗 我们会结拜为兄弟吗 会这么干干长长的 一股脑说出这么多真心话吗 兄弟的意思是 我再替别人 替别人当镇前死尸 你替人做的不是镇前死尸 是镇前死尸 我说句话哥哥不要不爱听 你在我眼里呀 早就是一句死尸了 而且要这么继续地盲从下去 必死无疑 是 兄弟 你说实话 你对哥哥我 不存二心是吗 不是 哥哥你怎么 我 我铁剑飞要是对哥哥有二心 我会 我会这么对你吗 我 哥哥可能还不知道 黄刚为了救你 杀了黄庄的公公和两个家丁 兄弟是怕连累到我 已经去自首了 他这样去 不就断送性命了吗 所以我急呀 我急着赶回去 把此事禀告给我干爹 让他助我一臂之力 好把我兄弟保下 你干爹是谁 我 咱们是兄弟 我不瞒你 我干爹不是别人 正是当今朝廷的大总管 新任军机处大臣 那亲 那么重大 那 等进了京 我想方设法 把我干爹引荐给你 干爹是明眼人 哥哥 若是干爹赏识你 那你的前途 不就真的有指望了 若如此 杜香怨孝 全马之劳 哥哥 那你告诉我 知识你密查黄庄的人 到底是谁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个指使你的人 是把你的脑袋 放到了闸刀上 黄庄是朝廷 王公大臣的私产 自大清国开国以来 就定下的铁柜 谁动黄庄的土 不光王公大臣要杀你 皇上 也要杀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哥哥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好好想想 其实你八辈子 没欠那个幕后之人的钱 若是 你想陪着他沉睡 那不就是 耽误了你这一身好骨头吗 哥哥 好 你不敢说 我替你说 我替你说 这幕后的主使 是不是张廷玉 是不是孙家干 是不是刘统勋 不 是 哥哥 你已经告诉我了 那个让你万劫不复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刘统勋 不是刘统勋 不是 哥哥 你怕什么 你压根就没有出卖他 而是他早早地就把你给卖了 而且他想把你卖的 死无全尸 梁大人 祝大人 你们来了 快请进 怎么不说了呀 铁公子带来的消息 不能不让人毛骨悚然哪 想必满朝文武都不会想到 刘统勋这个老家伙 居然打起了黄庄的主意 想要收拾咱们桌面上的饭碗了 我也在琢磨 来 这刘统勋脑子里这根筋 是怎么分叉的 怎么就一刹 刹到了黄庄上来了 依我之间呢 八成他是疯了 谁疯了 你说刘统勋疯了 是要说他疯了 那这个人是真的疯了 是要说他疯了 那这个人是真的疯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刘大人 这次我们一共密查了十几处黄庄 所见之事大致相同 皇庄早就成了经历经外贪官污吏们 敛财的注银局 他们跑马圈地 侵占良田 横争暴敛 简直是触目惊心 这般恶行恐怕皇上连想都想不到 这皇上要是知道刘统勋 现在在查皇庄这件事 那肯定是龙颜大怒 皇上的底谁能摸清啊 没准刘统勋就是奉了皇上的面狱 才这么干的 这几年出了不少大案奇案 二侧又留了那么一个晚大的疤 皇上现在恨不得都把太医院的御医 拉到自己跟前整治国家了 皇上怎么想 咱们猜不着 我说二位 你们有所不知 皇上是我大清老祖宗们留下的 那是皇产 现如今刘统勋是胆大包天 竟然打起了皇庄的主意 这就说明他把自杀的刀 已经递到了咱们的手里 我真想连夜闯进宫去 向皇上面臣这皇庄之壁 皇庄的贪壁越是骇人听闻 我们就越要冷静 不能意气用事 务必将册子递到皇上的案头 如若不然 皇上定会以为咱们背着朝廷 私查皇庄 是为了废掉大清的祖产 倘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啊 中堂大人的意思是 杀刘统勋的时机到了 错 不是咱们杀他的机会到了 而是他自杀的机会到了 从明儿起 你们俩给我记住 就到朝廷里边去 把文武官员的火 全都给我伤过起来 这火要烧得越望越高越好 撩着皇上的邪 撩着皇上的脸 干爹高明 高 还真不是你们二位夸 我要是再斗不过那刘统勋 这么多年 我白在宫里混了 杜小 说说你的意见 杜小 说说你的意见 学生以为梁大人言直有理 皇庄之事牵扯了诸多的皇亲国戚 王公大远 若稍有不慎 老师 您的一番苦心可就前功尽弃了 是啊 你们二位说得有道理 咱们应当把你们查到的事实 逐一落实了 要做到万无一失 到那个时候 再给皇上将十路递上去 也不迟啊 好 杜小这些日子吃了大苦 就在刘大人府上好好歇息今日吧 不 我还是找个客栈歇息吧 不用 我让秦一把那间房子已经收拾好了 今晚就住在我的府上啊 老师这多有不便 没事 那好 那我就去收拾一下 我先告辞了 告辞 梁大人 杨忠啊 对杜小印象如何 果然是个可打造之才 就没有其他批注了 当然了 气盛固然是好 气馁就有些不妥了 你是说他常常气馁 恐怕还是经验太少 于是容易操之过急 还得让他知道 可怕的不是官场 而是那些为了私利 不择手段的官员 让他不要把官场想得太龌龊 若若不然的话 就不利于为朝廷建功立业了 说得中肯啊 我会把这个话转告于他 来 杨忠 干 来 这刘统勋哪 打着崔匪 竟然敢朝皇庄开刀 我呀 看他是无法无天了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别说平日里那些装模作样的文武百官 就是平日里夺着方部走路的那些 所谓的儒雅大员 怕也会轮圆了 臭他两个大嘴巴子 就是 臭 听说他是瞒着皇上办的这事 他这么干那是按着劲的 时机一旦成熟 弄死他呢 他连眼睛都不眨 还真是 不是说那梁施政 当上了刘土勋的狗腿子 跑去查皇庄了 我是最瞧不起这些个 有奶便是娘的人 有奶便是娘 可话说回来啊 是娘 他就必须得有奶子 铁公子 不然 吃什么呀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 这刘统勋私查皇庄的事 想必是将各位都惹火了吧 何止惹火了 我真想咬他一口 说得好 这刘统勋 是敬酒吃多了 也得让他尝尝罚酒 他以为在皇上面前走动 就谁都惹不起他了 这事能当真吗 皇上宠幸他 他就更不该在皇庄这件事上下手 奴才不知主子恩 那算是哪家的奴才 就是 所以咱们现在 得让他知道 诸位 这也是裁缝 手里的剪刀啊 也是磨得许白的 对 铁公子言之有理 刘统勋对皇庄动刀 那就是对文武大臣动刀 咱们可不能视而不见 这事啊 咱们得写折子往上递 对 递折子参死他 等等 这件事情 乐仲堂他老人家知道吗 这么大的事 干爹能不知道 他老人家怎么说 他老人家说 三只蛤蟆五只眼 四条瘸腿六耳朵 这都是民间传言 就是突一乐 甭当真 这么说他老人家不信 错 正是他老人家信了 这话呀 才反着说 咱们有那中堂丫头 什么都甭怕了 赶紧将折子写出来吧 对 再弄个十朝八朝的罪状 我就不信搬不倒他 对 没错 没错 咱们花些银子 把那些盐官的嘴巴给买下来 这事就成了 对 诸位啊 都是朝中的大臣 我是个世境之人 但是我还得说句话 搏搏各位的脸 我搅着 你们都太天真了 这 这 这刘统勋 不光是皇上的一条胳膊 也是皇上的一条腿 你们想扳倒刘统勋 那就是看皇上的手足 皇上能答应 那这事该怎么办 谈刘统勋 这刘统勋 这刘统勋 你们先写起来 带着折子 你们去找潘大人 潘大人怎么说 赵伍伴就成 对 铁公子想得周到 好 就按铁公子说的办 什么 干 怎么 都养了 你们自个瞧瞧你们写的那些个东西 做官 有的时候是得说点假话 这没错 可不能太离谱 那没影的事他不能胡扁 要不 人家反过来擒了你 告你个诬陷罪 拿你们下狱 他砍的可是脑袋 他不是窝窝 茶颜观色 剑锋使舵 八面玲珑 人亏两面 这些个你们是都会呀 可有一点我怎么就想不明白 你们在官场上混迹了这么多年 有一样东西怎么就没学会呢 那就是骨气二字 你们做官的骨气都哪去了 啊 见着对手蹬着二斤铁 你们就软了骨头 编写个瞎话想要扳倒人家 就凭你们这点本事想扳倒人家刘统勋 恐怕连他脚上那二斤铁靴子都搬不动吧 说什么这个这个 我看看 说刘统勋把自个家的房产 盖成了天朝一块印 说什么 要篡皇上的拳 哎哟 就这话谁能相信哪 啊 当年田文静干过这事 可结果怎么样 刘统勋没倒 他田文静倒了 那刘统勋身后随时背着一口大棺材 他已经把自个当成活死人了 成天文静的棺材板上的大气味 他会篡权 哎哟 给自个末晚豆汁喝喝 拜拜虚火 还有上街上 买几根那个连针针的那种 牛腿骨啃上 什么时候把自个的那个骨气给啃出来 再来见本大人 这小夏添点底气 这骨气不就来了吗 无可救药啊 无药可救 那自古以来宫里头的那些个坏事 都是从太监窝里边给弄出来的 那中堂不是经常说吗 他老人家这辈子最不相信的可就是太监 尤其是成天炮在那个养心殿 前清宫 慈宁宫的那些个太监 公公嘴里边吐出来的可不是唾吗 哪儿兴坛 潘大人 要不下官们先把这些折子都收回 咱们重新拟一些 就事论事 尽量把事情啊 往根子上炸 还是蠢啊 还是蠢 我说我没见到你们身上长着疯妖啊 怎么老想着闻风起舞呢 本大人这可没有风啊 你们要想找风 上野地里自个找去 是 潘大人 您这个风 把弟兄们都给点醒了 咱们先别着急往皇上那儿递折子 咱们呀 先把这个风给他刮起来 刮他个飞沙走石 昏天暗地 他刘统勋的那靴子不就二斤重吗 咱们怎么着也给他刮倒了 不但要煽风 还要点火 嗯 嗯 皇上的邪面那可不是风火轮啊 咱把风刮起来 把火点起来 火界风势 让他火苗子 撩到皇上的邪面上去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就等着看皇上如何跳腿喽 哎 有点意思 这不说看不出来的吗 是啊 我说 都跟那儿说什么呢 潘大人 潘大人请 潘大人 您怎么还这么气定神贤呢 宫里出大事了 可不是嘛 这怎么呀 这一大清早就嚼火吞烟哪 这 这 您还不知道吧 刘统勋他得势不饶人 竟然敢把爪子伸到皇庄头上了 是啊是啊 等等等等 你把话说明白 刘大人把爪子奔到哪儿去了 掐上皇上的脖子了 可不是啊 哈哈哈 我说你们可真是吃柳条编框子 张口就编呢 黄庄 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产业 自打顺着也起 就跑马缺了地 画了地盘 给咱其人享用 就算是给他刘统勋一缸子豺狼抱子胆 他也不敢动黄庄一根手指头 潘大人 话虽如此 可是 邹大人 邹大人 您别干坐着了 还不把咱们刚才说的话 再说给潘大人听听 这种挠心的事还是少说 抱着膀子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忍不了啊 这大清有两千座黄庄 二三十万八旗庄户 这保不准哪 有那么几座 做出什么不体面的事情 这刘大人呢 又急着要建功 揪着辫子不放 情有可原 那可不行 黄庄那是圣德之光 碧阴八旗 更是千秋万代的大业 就算身上有了狮子 也得自个儿掐 轮不到他刘统勋来烧棉袄 对啊 是啊 刘统勋算什么 这刘大人查黄庄的事 你邹大人是怎么知道的 这世上的人都在说 只要自己个儿长着耳朵 都能听得见 这外面的传言 你邹大人也信他 俗话说 不怕借窗水 就怕狮子跳走嘴 这外面的风言风语 你们各位也能当真哪 不怕 推一万步说 就算他刘大人真的查了黄庄 他也定是为了咱们朝廷着想 今儿个在这后朝房里 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瞅着的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有谁没跟黄庄沾过边 又有谁没在黄庄上有过自己的产业 这黄庄是清是浊 是黑是白 你们个个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清清楚楚 倘若你们真的是为了朝廷着想 那就不该一听到黄庄二组 就鸡飞走跳 孙大人 别怨潘八指没的没小 敢跟您这位当朝的一品大臣顶嘴 黄庄二次 顾名思义就是黄家的庄园 黄家是谁 除了当今皇上 除了王公贵宙 那就剩下咱们这些个大致 甭管他刘总勋是不是真的查了黄庄 他只要是有这个想法 那就是摆明了是想跟当今皇上叫板 和满朝的文武大臣们叫板 潘大人所言极是啊 咱们满朝文武还没有落井呢 就有人下石了 有本事把皇上也拽到井底去 用大石头砸 邹大人 梳子 皇上此刻正坐在养心殿 并非是井底之蛙 邹大人说这番话 是要砍我刘统勋的头啊 哼 叛大人 这 这 都别嚷嚷了 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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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上百官说的那些话 弟的那些折子 朕原本以为是听错了 看错了 可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你真的要废黄庄啊 刘统勋哪 刘统勋 朕才把你调回来几日 你就这么飞扬跋扈 这黄庄是什么 这黄庄是太祖努尔哈士 定下的祖制 你连这祖制都不放在眼里 你 你不是胆大包天 你是胆大毁天 皇上 刘统勋没有回天之心 真的是在替朝廷着想 皇上要想保住这天下良天 势必触动宫内宫外 一大批官吏的私利 而要斩断这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必须扶植起一大批敢为皇上赴汤蹈火的干臣 而要斩断千丝万缕的私利之网 黄庄不除 谋死者会肆无忌惮 他们会以皇庄为借口 继续盘扎老营 这就会逼得这些干臣们无法可依 无数可施 到头来 皇上要保天下良天的夙愿 终会因为皇庄的私利而不能清除 将一败土地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天下都是皇上的 你居然胆大妄为 敢肆意废除皇庄祖去 朕错了 朕不敢把你刘统军 从山东调回来 皇上 刘统军 别再说了 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 都足够让你死成一百回的 那种大 刘统军 是带着棺材上朝 我既然说出来了 我还怕死吗 那么你就不怕皇上即可下旨 把你推出武门斩了吧 皇上 我 刘统军 你 你要活活把皇上给气死吗 你 他气死的不仅是朕 还有你们这帮大臣 刘大人 你赶紧走吧 别再气皇上了 刘大人哪 刘大人哪 皇上 臣 刘统勋 告辞 滚 有心 是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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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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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臣 敢 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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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的文武百官 皇庄之弊 父亲我早就发现了 几年以前 我就想给皇上揍上一本 可是父亲 我没有这个胆子呀 这一回 刘统军又抢在我前头了 看来有口棺材 跟没口棺材还真不一样 他有了这块板 他就不怕那个死字 在大事上 我又晚了他一步啊 爹 乐中堂的想法 和您还真不一样 别人怎么想我不管 我只管好我自个儿的事 皇庄这个世外桃源 国中之国 经得起查吗 我告诉你小贼 大清国这么多 骇人听闻的大案 根子上都会牵扯皇庄 若是真将皇庄给废了 到那一天皇上号令 守卫天下良田 我们这些真正的文武百官 才会有底气 爹您的意思是说 皇庄迟早得废 本朝费不了 来朝再费 总之早晚的是 爹去 爹 兼听则明这四个字 历朝历代的明主 都奉若神明 行上若是能实时将这四个字 当作明镜一般 子儿个就不会发这么大火了 你说得有道理 朕发火不仅仅是因为他 刘统勋要废皇庄 满朝文武百官都知道 刘统勋是朕请回来的 这让朕的脸往哪搁呀 皇上 刘统勋所说皇庄之弊 若是子虚乌有 想必他也不敢 在皇上的面前 这般的放肆 小贤你说的话 朕也明白 昨儿个发了 那么大的一场火 静下心来 竟觉得 的确是发得有点过了 如果朕像刘统勋所说的 这皇庄变成了 官宦子弟横征暴脸之处 朕不会轻饶 也不该轻饶 刘统勋所说的 宦子弟横征暴脸之处 仔细查找 看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如今满朝文武 被刘统勋密查黄庄之事 弄得人心惶惶 若是再去 会不会 乱上添乱 臣妾担心的是 会不会有人真心地替皇上 查出真相 其实朕的心里面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皇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组织 朕怎么可能同意废皇庄呢 可是倘若真相 刘统勋所说的 有皇庄之弊 朕又不能坐视不管 眼下也只能先派一个心腹大臣 前到皇庄去查查 不过话说回来了 小贤 你觉得朕派谁去何事啊 暴朝政之事 皇上 还是自个儿做手吧 朝政之事 皇上 还是自个儿做手吧 朕想到一个人 还是派 乐钦前往吧 此次老师在养心殿 揭露黄庄之笔 得罪了皇上 其实今日这个结果 老师早有预看 只是 我真是后悔呀 要早将你和梁大 写的黄庄毕露 让皇上预览 然后再说出废黄庄三个字 或许不是今天这个结果 可如今再呈上去的话 适得其反呀 以学生之见 废黄庄这三个字 那就是 挖了金鸾殿的三块大砖 接了乾清宫的三块大瓦 皇上当然不一呀 老师 学生以为 您不可用力过猛 拉断这把强弓啊 我只是觉得 对不起你和梁大人 你们两人吃了那么多的苦 到头来一无所获 而且 还落了个天怒人怨 对了 杜霄 你得赶快离开京城 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师怕连累你 不过老师 我们命查黄庄 不会有人知道的 还是 先如今连老师都自身难保 赶快离开京城 对了 江西青铜县 缺个七品之县 我和孙大人 举荐了你担任辞职 学生又让老师费心了 记住了 到了青铜之后 好好当你的职贤 把老师没干完的事情 接着干下去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不能气馁 更不能有力气 老师给你三句话 第一 不能听信身边之人 吹嘘你的功绩 第二 不能看下属脸上的余孝 第三 不能受受身上的钱财美女 杜孝 带着老师这三不能 去赏任吧 老师 这个事 真的就这么定了吗 赤叔今日就到 学生 感恩老师给我 这次机会来当这个支线 我真是感恩不尽 可说心里话 我真想留在京城 与老师同甘共苦 共度难关 你的心老师领了 去吧 去上任吧 记住 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要坚强 扛得山越重 你的脊梁就越要停职 好 学生记住了 学生记住了 东先生 铁公子 铁公子来送你了 铁公子 房义士 哥哥 本想带你去见那种堂 可没生想 这刘统星这么快就让你去江西 行 也不用愁 咱们来日方长 明白 好事多磨 听说江西又一道大灾 这次过去 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办 如果遇到难处 就跟你弟弟说一声 铁剑飞定是鼎力帮忙 多谢铁公子 哥哥小心 房医生 快 好 这盒点心呀 让你留的路上解机用 只是不知道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谢谢铁公子 我已经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对 收下 谢谢 我们后会有期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可以吧 杜先生 一路小心 保重 好 保重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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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公子 他这个人 真的靠得住吗 靠不靠得住 就看他怎么想用这盒点心了 走 驾 驾 这刘统勋觅查黄庄之事 还只是胡家义派 离收场还早着呢 中堂大人本以为 皇上一旦听到刘统勋要废黄庄 肯定会下旨给他来个斩力诀 可没想到 皇上只说了一滚字 这把削铁如泥的刀 这把削铁如泥的刀 递得不顺哪 一刀不成 就等第二刀 中堂大人让我告诉你 皇上已有了面欲 让他带着人到各处的黄庄 巡查一遍 看看刘统勋说的这些事情 是否属实 这么一说 圣上对刘统勋说的 黄庄之弊 并非不信 皇上信不信 不是你我能猜到的 中堂大人说了 既然是巡查黄庄 那就不能不使劲 而且还得给皇上增点面子 这个意思 铁公子不会不懂吧 干爹是想说啊 黄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就干脆 让他见不得人 这是实话 行了 潘大人 拜托你转告我干爹 剑妃知道该如何去办 就这样 我先告辞 请潘大人稍坐 来人哪 赢了 铁公子 杨州盐运使 乔大人走了吗 还没用的 还在咱封猴楼住着呢 好 你去转告乔大人 杨州口子私运的 七十二条盐船 以后所得私银 不用接网寸土堂了 直接送到潘大人府上就成 我现在就去办 铁公子 这称何体动哪 这么大宗的利盈 潘某人何德何能 怎敢收得下手啊 潘大人您客气 这叔儿啊 确实不愿 不小 但在我寸土堂 还真就算不上大数 再说 以后还仰仗潘大人庇护 可以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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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这是 大人 漢大人来 叫他进来 喳 禀忠堂大人 下官 以将您的意思告诉了铁蜂 他是个聪明人 定会照您的意思办 好啊 好啊 这样的话 我就能踏踏实实地 巡查黄庄了 到时候就给刘统勋弄把椅子 让他坐着好好看戏 天色不早了 下官告辞 好啊 好啊 天色不早了 下官告辞 你没有别的事了 下官还有一件事情要禀告中堂大人 杨州盐运使的乔大人 每年都要向寸土堂 借送七十二条私运盐船的税银 这铁蜂蜂 有点能耐 把这个盐运使都给摆平了 今天下官见到了铁公子 他说从这个月开始 这七十二条私运盐船的利盈 让乔大人往我的府上送 七十二条 送你府啊 他真这么说的 出来吧 这 我看见了 这几十二条 一切 好 这几十二条 一切 那几十二条 有点多 一切 这几十二条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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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几十二条 一切 的几十三条 一切 下官对您忠心耿耿 绝不敢有半点虚言哪 信 我信 好了好了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这样 去礼部 搞几个精兵强将 陪着我 巡查黄庄 遵命 又去晴天楼了 公子知道还问 那你应该有话要跟 跟我说呀 公子 依照您的吩咐 今晚就可以动手了 此事得快 易品红昨晚 在晴天楼跟乐中堂过了一宿 乐中堂说了 单等咱们把街面上清理干净 他就能换上新靴子出门了 这么说乐中堂也等不及了 办完了事了 速速来报 是 铁公子让我来 送你提前去享风 来人呐 大人 明天一早我要赶路 把我的马多加下草料 把我的马多加下草料 请杜知县放心 请杜知县放心 感谢观看 我来天后 都要测试 全部都要 我来天后 你来天后 你快去打 我来天后 我来天后 都要打 我去打 我来天后 我来天后 你来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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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平生从没有见过的大宗银票 铁公子为何要送这么多银子给我呢 难道就是因为 我出卖了自己的恩师 他要支付给我的酬金吗 我的手指 为何会斗成这样 老师本想留你在京城 可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对你不利 所以让你尽快出京 这就是我杜孝 我要让铁剑飞知道 虽然 虽然我出卖了刘董勋 但是我绝不会是他的血 来人呐 大人 把这个果盒送到京城寸土堂 亲自交到铁剑飞手上 明白吗 明白 明日一早就飞马送去 就行了 去吧 公子 是 是 杜孝派人又把他给送回来了 这也太出乎我们意料了 不是在意料之外 而是在意料之中 是 你们来在意料之中 很快 这些人 我发现有没有 是 这些人 这些人 还在意料之中 这些人 也就是 这些人 还在意料之中 是 那些人 所以 席之地 朕要的不是这个 去把近日里 吏部上交的新折子 给朕递过来 这 老臣这就去 算了 不用了 朕不看也明白啊 这上头肯定 都是一些歌功颂德的话 朕 都听烦了 皇上 微臣昨晚写了份折子 还请皇上过目 您念吧 简明额要的念 喳 普天之下 若是到处郡羽雕墙 高楼广煞 占用的全是肥沃良田 那么不出数年 天下将无田可种 无粮可收 无民可活 而民将不活 还要那些高楼作甚 皇庄之过 远甚于此 孙家干 臣在 你这不是把 刘统勋说过的话 又重新说了一遍吗 皇上 臣以为 刘统勋说过 那爱卿 臣在 这调查皇庄的巡查录 是你写的 朕问你 这上面写的东西都属实吗 臣之所作 句句属实 张忠堂 臣在 这巡查录你也看过了 那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那 那中堂在巡查录中写道 皇庄不是没有弊端 邮寄出甚至还十分恶劣 所言甚为重感 这刘统勋言之凿凿 说皇庄以广煞而亲良田 以猎场而荒无骨 可是那爱卿 在你写的这巡查录中 朕怎么没有看到这两句话呢 皇上 皇庄是有些个疾病 但是断然到不了刘大人所说的 废除之地步 皇上 微臣也依照刘大人所言 便查了许多皇庄 可是 也真的没有发现 像他所说的那种事情 皇上 设立皇庄 乃我大清之祖制 刘大人 他不会不知轻重 由着性子使然 贸然觅查 既然 他敢当着皇上您的面 说出这么两句话 那他一定是 有他自己的打算 孙大人 如此说来 你一定和刘大人 秘密查访了皇庄 所以才由此断言 皇上 恕臣之言 今我朝享四海之福 开万年之机 此地莫非王土 一民莫非臣民 国之始乱 多烂商与威严耸听 刘统勋借皇庄发难 编造了如此威严耸听之谣言 上读君王下乱陈刚 皇上 臣以为万万不可听之认之 皇上 微臣以为 行了 朕都听明白了 这皇庄 虽然有疾病 但是不至于被废除 那爱卿 臣在 会同户部公布 将这废皇庄的条例核查清楚 倘若皇庄里面有弊有利 全部列出来 倘若有弊 限期整改 不得有误 臣遵旨 那是 这 有 皇上 臣还有一事需要禀报 讲 臣在查黄庄之案时 发现了许多弊案 与牢中的十大臣有所牵连 臣已将所有证据交于三私 皇上 牢中十大罪臣 他们罪恶累累定当法办 这十大臣案早就说解 为什么迟迟未定验呢 回皇上 十大臣案一直有刘土勋刘大人在办 迟迟没有定验 这个还要问一下孙大人 孙家干 你来讲 回皇上 十大臣案之所以至今尚未定罪 那是因为其中还有许多疑问尚未查清 卫尘与刘大人对此案从未懈怠 仍在对未明之事严加追查 一旦将他们贪用的钱粮去向彻底查明之后 此案便可有个了断 皇上 十大臣罪恶滔天举国共愤 天下臣民都盼着皇上将他们早日绳之以访 可微臣以为他们罪恶累累 如果一一查清 非十年八年之久 既然重罪已轻 再加上新罪 新旧两罪并罚 请皇上尽快明旨 此案不能再拖了 末尹 Understand 完整的汪 上尽快明旨 宣刘统勋刘大人进殿 请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请 诸位都听见了 皇上单独招流统寻风话 让我们在外边候着 大家别出声 别惊扰了皇上 年轻啊 你看看 这都是我大清 两代功臣的画像 朕把他们 都请到这贤良祠来 朕今儿个 把你单独请过来 你应该知道朕的用意吧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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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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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在朕的眼里边 不但是明阳四海的功臣 也是休其与共的干臣 这番话 你应该是心知肚明吧 谢皇上 坐吧 没有外人 咱们君臣两个开诚不公地聊聊 不用了 臣就站着说吧 也好 前些日子 朕在这大殿之上 对你说了一个滚字 没有惊着你吧 臣知道 皇上那天说的那个滚字 并非是针眼 那天微臣回到家里反攻自问 方知是太操之过急 未能将皇庄之弊 乃是皇庄之恶 以奏命皇上 匆忙之中说出了废皇庄三个字 上皇上的心 是微臣之过 不 臣真的没想到 今日皇上能在这贤良祠召见微臣 让微臣 当着这些满壁功臣 满郎重臣的面 把在养心殿吸暖额味说出来的话 再说下去 不 不 朕要是还让你忘说皇庄的话 就不会把你请到这里来 守着满壁功臣的画像 单独地把废皇庄三个字收回去 倘若你不把这三个字给收回去的话 朕不仅对自己交代不了 对满朝的文武交代不了 更对朕的列祖列宗 交代不了啊 怎么不说话了 皇上 若要让臣 让臣把那三个字收回去 臣可以从命 但从命不等于认命服命 既然心里不认不服 微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刘延青 好 那朕问你 朕的皇庄 到底跟那刘延青 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不是皇庄跟我刘统勋过不去 而是皇庄跟天下的百姓 过不去呀 微臣以为 皇庄之弊 不在于占了天下多少良田 也不在于瓜分了天下几多无苦 更不在于在良田沃土之上 盖了多少楼沙 建了多少猎场 而在于他夺取了民心那皇沙 既在先良辞 臣就说些先贤们的良言吧 先贤有言 人心者国家之命迈远 先贤还有言 施重心足以望 先贤更有言 天下离合之事 常细与民心 请问皇上 历代君王 又失去民心夺天下者吗 从来没有啊皇上 皇上 皇上 士强凌弱 巧取豪夺 夺取的是天下百姓的心 臣以为只有废除皇庄 才是收拾民心之良策 才是捕毁天下之重举 皇上 王者 以民为祭呀 民存则设计存 民亡 则设计忘 皇上要保住天下良田 要保卫天下良仓 修复民心是天下之第一要物 集天下民心之所忘 要确保大清良田与万万年 废除皇庄 可不容缓 刘延青 心屋 都没有 不容忍 都没有 相命之所 后 就不容忍 也不容忍 好了 还有这大清吗 别人不知道 难道你刘统勋不知道吗 朕临天下十年余资 朝前夕替日夜操劳 府遇生离民意念妾 公行简约伯父清遥 难道朕所做的这一切 在你刘延青的眼里面 都是在丧失民心吗 皇上朝前夕替 是为了百姓的福祉 世民心这不是皇上 而是那些有为圣意 是名为无误的茉莉贪官 还有那些 不合时宜的救治残规啊皇上 够了 刘延青 你说的这些话不是过分了 你是越界了 剑除茉莉贪官 那是为君者的本分 天下自有公论 我大清的祖制祖规 怎么到了你刘延青的眼里 就变成救治残规 照你这么说的话 你刘延青是不是要把我 大清的祖制规矩 全部给废除了 部长 祖制祖规 顺民心者当存 唯民心者当废 皇上乃是天下明君 应该 懂得这个道理 刘统勋 说的这些话我是越听越听不下去了 你竟然跟皇上这么说话 你敢教训皇上 没看见我刘统勋 正在奉旨和皇上谈话吗 您要插嘴的话 未免太齐了点 目无君主者 天下共诸 我那秦要不是念在你对我大清江山社稷 曾经建功立业的份上 我定然饶不了你 那大人息怒 老臣以为 刘大人刚才所言倔句在理 民心不收 何谈饱田饱粮 更何谈安邦兴国 孙大人此言差矣 刘统勋在皇上面前如此喧嚣 犯下的可是欺君之罪 臣等当可灭之 潘大人 刘大人正在这里掏心掏肺地 跟皇上说着治国良策 敢如此直言不讳者 非君子而不能为之 皇上常说 天下正理不容有二 若是刘大人真有二义 那么天下自然不会容他 又何劳你潘大人磨刀祸祸 皇上 刘统勋犹如疯狗一般辱骂皇上 绝不可饶恕 主位大人 谈点事情 怎么一个个都吉尺百脸的 对不住 对不住 让田某过去 对不住 对不住 刘大人啊 我铁功难能说句话吗 我只说两句 翘直感见 令人钦佩 孤名调狱 令人厌恶 铁大人头一句话 我刘统勋不敢当 第二句话 我就更不敢当了 你刘统勋还有什么不敢当的 今日你敢废皇庄 废祖聚明日 你就敢废朝纲 废皇位 那种他 你此话可是在杀人哪 欺君之人不该杀吗 不大可杀 而且 而且还得千刀万剐 若真要剐 就把我梁师郑一起剐了吧 你笑什么 而等这般暴跳如雷 口舌尖满是刀光剑影 这是辱没了贤良 身在贤良词当说贤良话 我刘统勋正是记着贤良们说过的两句话 不破不立 不废不存 才敢在皇上面前大胆地说出一个废字 那种堂 潘大人还有邹大人 你们若是忘了这两句话的话 就请在贤良词前把他记住了 这个人疯了 牛头君 你真疯了 万物凡胜 岂可言废 狂言废者 立当废谨 皇上 为保大清江山社稷 千秋万代 生生不息 这次对刘统勋 您不能再姑息了 皇上 绝不可姑息啊 皇上三思啊 皇上 这次对刘统勋的奋争力剑失败了 废黄庄的举动实在太过大胆 让乾隆一时间无法接受 而那亲等人的山峰连火 更是让乾隆勃然大怒 半君如半虎 想着当初 乾隆步行出宫 迎接自己的模样 蒸蒸铁骨的刘统勋也不由得 流下泪了 在他心里 乾隆的在狱之恩 是他这些日子以来 坚持的最大动力 当贤良此理自己的画像 被乾隆扯下的那一刻 刘统勋那一刻 为国 为民 为君报恩的心 随得干干净净 他不在乎自己身举高位 可他通过政治解决 天下苍生粮食的路 被截断了 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 可能从此结束 年轻 昏臣啊 哎呀 言情啊 言情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也犯起糊涂来了 啊 不是哪个碳盆 都可以烤芋头的 这连宫里的小太监 都懂得是 你怎么 你怎么骗骗就不懂了呢 啊 昏臣啊 我在皇上面前 我之前只是说了黄庄之弊 我还没说黄庄之害 黄庄之恶 我还没说黄庄非出不可 皇上发了那么大的话 还是我刘远卿没把话说清楚 我没把话说清楚 恒臣 这种事能说清楚吗 大清国历朝历代 那么多王公大臣 你见过谁敢拿黄庄说是啊 沾上个皇子 那就是如同沾了个死字 这谁都知道啊 恒臣啊 人故有一死 一为小死 一为大死 为臣之死那是小死 为国之死才是大死啊 我不能为了保住为臣之死 而是国家大死而不顾 恒臣啊 延青求你了 一定要把黄庄之弊查下去 他比羽善案 必实大臣案更甚 十倍 百倍 千倍啊 恒臣 延青 求你了 这话严重了 你我都是皇上跟前的重臣 我也劝你一句 别顾着了啊 找个机会跟皇上认个罪 让皇上消消气 也好 让文武百官 大笑遍天的忧虑 只要皇上不生你的气了 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其实延青啊 老夫我只是为了保全你啊 老夫我只是为了保全你啊 我知道 我知道 阿清国 就是再没有你这样的忠臣 那可就是真没救了 甚至是怎样 我大臣 你还是要你 你很想不 algunos 隐重你 我叫好好 我叫你 我叫你 要 我叫我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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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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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速办理 喳 张大人 走 进去看 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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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堂 走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我开了口 您可别跟我犯急眼 要不 我这话就开不了口了 张大人 什么事那么齐啊 什么事你不知道吗 还装呢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不就是我上折子 参流统勋 让皇上罢免刘统勋的事了 那大人 罢免刘大人 可不是一件小事 他是皇上 好不容易从山东请回来的 你怎么能说罢就罢了呢 没错 刘统勋是皇上 特意从山东把他请回来的 作为一个臣子 他应该怎么做 他应该给皇上出谋划策 给大清建功立业 可他呢 来不来的要废除祖制 废除皇庄 哼 张大人 您可是我朝的三朝元老 这大清朝的规矩 您比我明白啊 就他这样 他可以做户部尚书吗 他可以做督察院左都御史吗 我不参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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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列祖列宗 我对不起我大清江山社稷 对不起我身上这身袍子 您还别这么愁啊 自个儿想想吧 您这么护着刘统勋 您对得起皇上啊 皇上把我叫过去 问我这事怎么办 实不相瞒 我是这么跟皇上说的 刘统勋 纵然有天大的过错 念在他屡屡建功的份上 也不至于到了 夺关齿觉的地步啊 那皇上又怎么说啊 皇上说 什么也没说 皇上什么也没说 那种堂 于私来说 刘大人平日对您 可是尊敬有加呀 从没有冒犯过您 于公来说 刘大人查皇庄之弊 其用意不是要违逆组织 而是为了从根上 将皇庄之弊给解决了 让皇上能卸下老祖宗 给押着他重担 重新收拾天下民心 一身轻松 带着天下臣民保田保粮 郭仲塔 我说的这些话 好笑吗 那你就笑吧 十分好笑 张大人 您可是我朝的老臣 军机大臣 啊 就凭您 怎么能让那么一个 傻不垃圾 愣了吧唧的人 给糊弄得晕成这样 我没晕 您还没晕哪 张大人 我要是您哪 我早回家遗养天年了 南朝的老公 我早回家遗养天 我早回家遗养天 你只会对我 要是谁 你还不得进来 您是哪 那我们今天 你真好 你还想到一个 你还想到那些人 我还想到那些人 你还想到那些人 说这个张忠堂 最近怎么云成这样了 我怎么说呀 您告诉告诉我 我好按照您的意思 给皇上有个回话呀 张大人还能笑得出来 其实我知道 您这心里边火烫了 看来呀 这几十年的气 没白痒 你去告诉皇上 我张廷玉得告假了 您这是吓唬谁呀 吓唬我 还是吓唬皇上 那种堂 我张廷玉这身老骨头惹不起 可我躲得起 从明日起 老夫得住进太医院了 好好养养这条流火腿了 十多年来你跟着我 从京城到山东 从山东到京城 好啊 跟着我刘童勋离开京城 以后 回老家喽 需要你给我养老送终喽 儿子 父亲 您别再擦了 你一定要去辞官吗 秦怡啊 这事你不要管 听父亲的话 收拾收拾东西 把咱家那些 那些人都拒绝了 该装上的东西都装上了 找个好日子 咱们回山东老家 快去收拾 收拾吧 父亲 您好不容易 从山东回到京城 又吃了那么多的苦 皇上能任心放您走吗 你怎么就不听 父亲的话呢 我 好了好了好了 收拾东西去啊 收拾东西 父亲 抓紧时间啊秦怡 这事你别操心了啊 走 严谨 严谨 二位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我这收拾东西 要离开京城 这屋子里边乱哄哄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请你们到屋里坐呀 怎么了 这是 远卿 你就别强壮笑脸了 我知道 你这肚子里 全是泪水啊 孙大人哪 刘统勋我从山东回到京城 我是代官复命 我怕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怕 你说人这辈子 从生到这里边也就一步 谁都得经过这个过程是吧 这一步 他不就进来了吗 死都不怕 还有什么可怕的 这才是最终的归属 怎么了今天这事 皇上虽然准了你的词观者 但也并非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孙家干也准备豁出去了 也会写百位文物官员 一起上书给皇上保你 对 这件事我们俩一起来办 我孙家干也准备豁出去了 也会写百位文物官员 一起上书给皇上保你 对 这件事我们俩一起来办 打住打住 二位 不要费这个劲啊 那秦组织那么多官员联名弹劾我 并非是因为要费皇庄 定是与我积怨已深 我呢 也就是个烂鱼泡 已经被他们踩死了 这条鱼也就活不成了 你们现在要把我这个鱼泡 硬塞回鱼的肚子里 那这条鱼不就得活吗 活了它 它还不得把我踩烂了 千万不要 那怎么办 咱们总不能眼看着你 就这么退出大清的戏台子了吧 严卿我本来就不是个好戏子 这戏让我眼砸了 眼砸了我就得退出这个戏台啊 严卿 孙大人呐 听我说 我们仨人虽然不能同朝为官了 还可以同事为友啊 养好了身体 有朝一日到了山东朱城我的老家 我请你们二位吃 维和的大鲤鱼 还有朱城的黄樱桃 那可是名满天下 请二位享用 严卿啊 孙大人 梁大人 今天我收拾东西 严卿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不留了 等我哪天我专门到二位府上道谢 严卿 请 等我收拾好东西临走之后再道别 好了 二位大人 二位大人 严卿 严卿 走死了 好了 恕不远送 恕不远送 严卿 严卿 关上门的那一刻 刘统勋又何尝不知 孙家干和梁师政的一番好意的 只是此时他明白 再多的好意在皇上的圣怒之下都是无用的 甚至会给他们二人带来不测 刘统勋明白 他和乐钦的这场正邪之争 不该让孙良等良臣们受牵连 尽管他的内心现在十分需要这些老哥们的支持 可是他明白 有些路只能自己扛着走下去 人事如棋 可仕途这盘棋偏偏要下在这众人都能听得见的大路之上 扛得下去的人便用隆隆大响生盖邪迷 刘统勋明白 孙良是有心无力 面对权势汹汹的乐钦集团 这一批为君为民的大臣们 又该走向何方 难道邪真的要胜正了吗 张忠堂的腿又发流火了 是 皇上 他撩起袍子 让微臣瞅了一眼 我这一瞅啊 真的吓了我一跳 那腿肿得是又红又粗 跟个柱子似的 通知太医院找最好的御医给他诊治 不过你要提醒他 现在军机处政务繁忙 他可不要一告假就告个一年半载的 朕还需要他 别耽误了朕的大事 这儿 等等 那爱卿 臣在 朕 最近听说 这民间流传着一份假的作稿 上头写着五不解十大过 条条都是冲着朕来的 你听听 这上面写着 朕土地失茶 朕灾无银 还写着朕世民太清草菅人命 而且这上面居然还有朕的朱丕 说朕如何大发雷霆 如何痛骂递奏之臣 等等等等 那爱卿 臣在 这份伪造的奏稿 你见过没有 我回皇上 我一直见过 可臣觉得这份奏稿 它是个假的 所以我就 那爱卿啊 那爱卿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第一时间就应该奏报阵 是 皇上 皇上 微臣身为 领示威内大臣 对坊间 污蔑朝廷 谩骂皇上的事情 我是责无旁贷呀 可是这份奏稿 虽然他 文笔华美 词意老道 可看上去 他是假的 所以 臣就暗中派人去追查 现实抓获造假之人 而后 再向皇上禀报 你不奏报 你以为朕就不知道了吗 每年吏部 朕都会安排各种暗访人员 在地方官员那儿做暗号 有什么事情能逃过朕的眼镜 只过这次事情大了 他们找出这份假的奏稿 立马就告诉了朕 那爱卿 倘若你刚才不解释清楚 朕非得怪罪你不可 皇上 在微臣的周密不空之下 伪造奏稿之人 似乎是浮出了水面 谁这么大的胆子 此人乃朝中 位高权重之重臣 是 你的意思是 是朕身边最可信赖的人 皇上 位臣不敢妄言 说 说错了吴房 朕恕你无罪 孙家干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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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去吧 走 走 孙大人 是 朕兵安 出什么事了 宙子王认了刑部侍郎 又带刑部尚书之旨 他一早就来这坐着 在 别急 慢慢说 您被免职了 什么 免职了 是啊 就算是 他一早就来 还要宠职了 你们为免职了 我 闻职了 我 了 你来 我 我 我 你来 我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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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老爷 我要去见皇上 大人 我要见皇上 大人 老爷 没有皇上旨意 严谨中内 我要去见皇上 我要告诉皇上 那份走稿不是我孙家干写的 不是我孙家干写的 老爷 您已经被免关了 您不是朝廷免关了 皇上他不会见您的 老爷 咱们还是回吧 老爷 我孙家干 已被免值了 被免得光光的 上苍啊 我孙家干在朝为官数十载 一身清廉 对朝廷忠贞不二 日夜可见苍天作证啊 要真有上苍的话 就还我孙家干 一个公道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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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吧 梁大人 这不是潘八指大人吗 梁师政 还不快跪下 叩见新阵督察院左都夫御使 潘八指大人混账东西 潘大人升任左都夫御使 可我梁师政身为二匹护部侍郎 跪天 跪地 跪皇上 就是不能跪潘大人 潘大人 我要是真的给您跪了 您受得起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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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官能在督察院的公堂之上 与你相见 已经不成体统了 倘若本官不是念在 你是护部侍郎的份上 那咱们今天相见的地方 肯定不会是督察院的公堂 而是刑部大狱的牢房啊 牢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梁师政刚从牢房出来不久 怎么 又有人惦记着要把我送回去了 放肆 给你一块成砖 你还真当成名帖呀 既然这样梁师政你听着 你私受刘统勋之命 背着内务符 背着军机处 私自密查黄庄 犯的可是颠扑祖制之罪 按理犯下如此重罪者得斩立决 可念你曾对朝廷有功 将功抵过 将为五品护部郎中 立即前往蜀地大金川战区运送粮草 克尔立经 皇上圣命 梁师政你跪下听旨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报国守信全身 布告天下 闲使门之 钦此 谢主隆恩 铁大人 恭喜啊 从今日起 户部的大印 就交由您来掌管了 潘大人 这不是在做梦吧 当然不是在做梦 那中堂和我潘某人在皇上面前举见了您 您才如此顺利地坐上了护部的这把椅子 对了 这把椅子不是您一直想坐上去的吗 从揭露玉山案开始 您的眼睛就从来没离开过这把椅子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我要是坐上了这把椅子 我就可以为朝廷 尽更大的心 办更大的事 铁大人 您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还望铁大人今后在户部的地盘上 多替朝廷好好当驾 潘大人 刘统勋刘大人他 他要废除黄庄 惹怒了天下 不得不自己辞官了 他在殿上说他要辞官 我还以为他说的是气话 他怎么就当真了呢 可是潘大人 自从刘统勋上任户部尚书以后 整治朝纲清查二测 那可都是有功在身哪 铁大司奴 您怎么就这么放心不下刘统勋呢 乐中堂对您如此信任 您可不能辜负我 可是皇上如此信任无铁某 我能不说真话吗 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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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判大人 督察院刑部和大理寺审理的石大臣案件已告定业 乐中堂吩咐 今日就将石大臣押入刑场开展 好 我这就去刑部会同邹子望大人办理刑场展目 二位听令 下官在 你们二人速去刑场安排好一切 对了 开展之时千万不能轻视动众 免得像之前那样被人搅了局 快去吧 遵命 遵命 您找谁啊 我是刑部郎中郭敏安 请赶快告诉刘大人 关在牢里的石大臣已经被送往刑场开展了 我这就带你见我父亲 好 快 五十三刻已到 天降神威 马痴夫法 赎兰 等你 下斩令吧 says 前不久 圣上有旨 十大臣犯下贪腐之罪 案情急已查明 举度多留一日 天地多一日之分 百姓多一日之恨 皇上曰 民怨则国威 为平民怨 十大臣即刻开展 开展 十大臣 资深 这当孬了呀 就流失草棚了 想想看 还真不如咱这无名小卒哦 父亲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没赶上 这回我没赶上啊 躺在草棚子里的这十个人 他们死都不会想到 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说出 贪赃王法的秘密 有人借着皇上治口药 要杀人灭口啊 刘大人 其实您再早一步到 也保不住他们 那亲绝对不会像上一回那样 让您把这十大臣 从刑场上给带走的 我赶不上没关系 孙大人他一定能赶上 他知道十大臣的案子没有了结 他知道 我赶紧把这十大臣 还有一些贪官侵吞银两的秘密 刘大人 您还不知道吧 孙大人他 他被免关了 你再说一遍 听说孙大人犯了伪造奏稿案 被免关了 对了 梁施政大人也因私查黄庄 被降为护骨郎中 押着粮草去四川军营了 让我刘统勋 使我刘统勋连累了他们 父亲 走 十大臣已死 压在咱们心头的石头 终于落地了 六只剑 已经舍出了五只 渐渐重磅 南海的围猎 大功告成啊 潘伯志 剩下的就是 唐思逊这支剑 还没有射出 这样 娘吏部写一个担章给军机处 以整肃刚技为由 唐和唐思逊 潘伯志 不出我之所料 唐思逊 也快倒下了 好 我这就回地了 你弹章 刘大人 孙大人在吗 我来跟他告个别 孙大人他 他 他怎么了 自打您辞官后 孙大人就被免了职 就疯了 跟全家人一合计 请了一个老郎中 送他回老家治病了 你说他 他已经离开京城了 是 孙大人临走的时候 还亲口交代 说你刘大人 如果亲自来访的话 让我转告 什么事都别怨朝廷 要怨 就怨他当初 实在不应该把您刘大人 从山东给追回来 当军号转转回来 等他免好转来回到京城 一定给山东铸城的刘统训 我少个信啊 好 刘大人 要不您进来 不 西宫啊 终究还是如历朝历代一样 因我留统勋一人之故 拖累了孙家赶梁氏正等诸位大人 没有我自山东而回 主持追查必换 就不会有诸位大人今天的罢官免职 是我一人不足惜 可探诸位大人的忠心 星辰可见 爱民之意浩月天长 他们若都没了 又有谁真正为老百姓做事呢 孙良两位都曾在皇上面前 多次为我陈情 若无他们 我也不能做到今天 虽为同僚 实为知己 走吧 今日之变 都怪我 怪我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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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了 父亲 父亲 慢点 慢点 他走远了 我是在担心 此去大金川凶多吉少 我是想祝福他几句话呀 父亲 您虽然没有见到梁大人 可是您的心意到了 您是想祝福的 尖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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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韵 皇帝诏曰 查浙江省巡抚唐思逊 身为朝廷二品命官 不思为朝廷效忠 反而在朝中结党营私 谋取私利 经查属实 为教证纲纪将其为九品造立 原二品官服立即上缴 钦此 臣谢皇上 李宗盛 老爷 你传职的公公说 得将您的 得将您的 这是二品管理 带回京城给吏部交差 您看 这就送走 老爷 再怎么说 朝廷 还给您留了一个县衙造立的名分 算起来 也能领上个九品官的奉银 您 爷您 就咽了这口气 将这身造立的公服穿上吧 外面的公公说了 得见您穿上造立的公服 他才能回京有个说法 老爷 您别打自己嗝啊 我打苍蝇 老爷 您没犯事 您是受冤的 您别再跟自己 嗝过不去了 要打 您打我 都是我平日 没替您管好这个家 来呀 在 给二品大臣唐司训 穿上九品 九品造立公服 我自拥正朝为官 一心为国 绝无半点贪念 事到如今 也算是上不负巨王 下不负百姓 这官袍 虽我这些年 也受了不少人的白眼和排挤 你 也是委屈一样 既然事已至此 我不该逆天强取 一秋勾潜 不如我亲自脱帽摘领 向皇上司官 也许这样 还能让皇上宽慰些许吧 老爷 如今 您当上了户部尚书 听说 是荆棘处的荆棘大臣 保举您的 废话 老爷生职 凭的是才聚得望 再加上 对朝廷的忠诚 老爷 那荆棘处的荆棘大臣 干嘛叫这个名儿 老爷生职 莫非也跟隔壁的那个邹大人一样 整日玩的是金子 没脑子的东西 那不叫荆棘处 叫军机处 话说回来了 这些军机大臣玩不玩金子 老爷我管不着 老爷我眼不见为敬 小肚子 有一句话你给我记住了 天下的金子为何这般重 为的就是砸人的脚 可公子他也爱玩金子 依您这么说 不是早晚也得把脚给砸了 公子爱玩金子 怎么回事 公子平日在屋里跟人说话 我偷听了几回 他怎么说的 小肚子跟您闹着玩呢 公子平日不玩金子 玩刀子 老爷我给您烫五酒去 玩刀子 爹 儿子给您道喜来了 您肯定得说儿子俗 但俗也得先给您道喜 您看啊 不许你 不许你 呀 既然他下来 哥 老爷子 谁 我女儿子 小肚子 你伤害她 也没得生了 果然你术 你办的那个寸土堂 是买卖田地的生意 谁要是让你不顺心 你就跟谁动刀子 爹 您这是在哪儿 道听徒说的 儿子的确办了寸土堂 可经营一些 废弃土地的买卖与转让 本钱小 为野包 别说跟人动刀子了 那就是动嘴皮子 也是笑呵呵的 没有骗父亲 儿子不敢 那就好 剑妃啊 你给我记住了 别以为寸土堂 就可以寸土寸金 这个寸子还有一句话 叫寸草不生 现如今你父亲手里头 攥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钥匙 一样是家法 要是掌管的大清国的 钱粮二库 家法管的是你铁剑妃 今儿咱们定个规矩 你要是敢借着寸土堂 循司妄法 打朝廷钱粮的主意 别怪父亲我家法伺候 明白了没有 儿子明白了 还有 从今儿往后 不允许你打着我 户部尚书的旗号 在外面胡假虎威 招摇撞骗 明白了没有 儿子明白了 тру子 发誓 发誓 得 发 而发誓 寸土堂 不打朝廷钱粮的主意 也不打着 护不爹的奇面 这才是我铁工男的儿子 来 爹 爹 您这升职的消息已传开啊 这道喜的官员是络绎不绝 可全都然聚之门外了 听说这朝堂之上人缘伟大 您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 以后咱要是遇上点什么难处 再去求人家 那就不成了 剑妃啊 这个你就不懂了 他们这些人哪 根本就不是来倒戏 是给死人来做道场 这个人缘白送我都不要 你父亲我要是没有这点脑子 我能当上如今这户部尚书 是 爹都这么说了 儿子就放心了 我回去啊就写一个试告 到时候往咱大门上一贴 就告诉他们别倒我们铁家来裹乱 好 剑妃啊 现如今这京城风气是如此恶俗 只要是你的官员官袍上 落个绿豆芝麻大点的好处 这些人就争先恐后 道贺称喜 刘须拍马 拉帮结派 他们还有没有一定点围观的品行啊 是 这帮人是闲的 闲得横横 闲得只剩下 刘须拍马的功夫了 剑妃 去给我找一块大木头疙瘩 这 放到咱们家门口 门里边是个木 那就是个闲字 让那些个跑来称兄道弟 道喜称鹤的人 懂得我铁姑娘的意思 闲人没入 爹 咱这大门口 竖个木桩子 这 合适吗 你父亲我做过这么多事 有哪件是不合适的吗 得 儿明白了 儿这就给您办去 等会儿 这个叫 平步青云御马 御马 他要是头驴就好了 来 这杯就有二柱 一柱延青的腿疾早日痊愈 脱了这个铁靴子 二柱延青早日回京 为朝廷再建新宫 一柱延青 这一柱延青的腿疾早 这两柱延青的腿疾早 这一柱延青的腿疾早 这一柱延青的腿疾早 我们就遭到了牵连 我要是再回朝廷 还不知道得牵连多少人哪 你想想 玉膳在牢中被人毒死 梁时政末于枝案 背后也有人整他 这些人是谁呢 我还没有查清楚 石大臣匆匆忙忙地 被开刀问诈 难道他们真把自己肚子里的话 说清楚了 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我办事手脚再利索一些 也许会把这些事情查清楚 所以横陈呢 我是有愧于朝廷啊 其实啊 身为大臣 哪个不欠着朝廷的 别想那么多了 要相信咱们没有办成的事 后来这人定会办成 哪怕是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总归会有人替咱们办成的 来 来 来 天佑我大清 横陈啊 言请说句心里话 我从未丧失过信心 即使今天我也仍然如此啊 老父子生知药而难知独 知书而难知戒 知政而难知军 知国而难知民哪 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到头来落得个军不知我 我不惜我的下场 还望延青 吸取老夫做管的教训 不要走此末路啊 横陈啊 你现在仍身在幻海 我呢已退居江湖 远离官场 远离官场喽 只要大清国的良田之危不解决 你刘延青就退居不了江湖 我料定你还会回来的 延青啊 身为朝臣 大事不可糊涂 做臣子的 万万要头脑清醒 绝不可犯糊涂啊 横陈啊 你是在提醒我 在阅人之事上 更不可糊涂 对吗 延青啊 你长着一双 能看透大清国病症的亮眼 可没长出一双 能看透人心险恶的鬼眼 你要是 早能看出 诺钦是个什么样的人 恐怕就能早早防备 也不至于落到 今天这个下场啊 延青我虽然长了一对眼睛 可是一鸣一瞎呀 诺钦正是看出了我的这张脸像 所以 才有今天的结果 但是 我把最近发生的一件件 一踪踪的事 从头过了一遍 我总觉得有一个总根子 这个总根子 一定就扎在那间